大家好,我是美厨娘,君姐 现在正是蒜苔大量丧失的时候 所以每年这个时候我都会腌一些蒜苔 用来配白粥,配馒头,开胃解腻,爽口又下饭 这时花了20,买了4斤蒜苔 都是今年的新蒜苔,非常的新鲜 先把尾部去掉 尾部去掉千万不能浪费,可以用来炒鸡蛋 尾部去掉以后,再用流动的水冲洗干净 捞出控水,需要彻底控干表面的水分 三个小时以后,蒜苔表面的水分已经完全干掉 然后把头部老的地方切掉 再切成3-4厘米长的段 提前准备一个无油无水的盆子 把蒜苔放进去 想要保存时间长,全程不能溅水,不能溅油 加入一大勺盐,大概30克左右 下手充分的抓拌均匀 腌制三个小时以上 这一步可以很好地去除蒜苔的辛辣味 经过三个小时的腌制 腌出来很多水分 然后蒜苔怎么折都折不断 变得非常要韧性 这个时候也可以直接腌 也可以再晾晒一天 我比较喜欢有韧性,有嚼劲的口感 所以通常我都会放在上下通风的工具上 晾晒上一天 锅内不要放油 放入两个掰开的八角 一小把花椒 小火慢炒 激发出香味 接着放入生抽300克 陈醋400克 冰糖50克 30克盐 最后加入300克清水稀释一下 水开以后煮10分钟 光火之后晾凉备用 今天的蒜苔是我放在了阳台通风处 停了一个晚上 看上去有点腌巴巴的 晾制七成干口感是最好的 这是我们晾好的料水 把蒜苔放进去 再放入适量的小米辣 还有生姜 生姜可以增加香味 而且还可以防腐 再次抓拌均匀 这个时候其实可以尝一下味道 配方都不是一成不变的 可以根据自己的口味来调整 拌的话可以再加盐 如果咸了可以加入凉白开 最后加入一小杯的高度白酒 延长保熟期 如果是你做的比较少 现吃的话就不需要再加了 提前准备无油无水的玻璃罐子 把蒜苔放进去 尽量按压紧实 最后把汤汁倒进去 盖上盖子 放置阴凉处保存 腌制两个小时就可以吃 大家记得每次吃的时候 用无油无水的筷子夹出来 以免杂菌浸入引起变质 这样保存半年都不会坏 吃之前淋入芝麻香油 搅拌均匀就可以开吃了 开胃解腻 酸辣脆爽 喜欢的话赶快试试吧 谢谢大家 咱们明天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